建务局上个财政年出现的净赤字达43亿6700万元 是1960年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建务局表示 为协助更多国人实现幽巫梦 以及应对冠病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上个财年蒙受了巨额亏损 记者李一华报道 建务局的最新财政年报告显示 2021财年的净赤字同前一年相比 暴涨多达86% 当中在居者有其屋计划下 蒙受的亏损最多占总数的净九成 达到38亿5000万元 比前一个财政年高出将近一倍 在居者有其屋计划下 建务局推出的预购组屋项目 比前个财年多66% 建筑成本同疫情前相比则上涨约三成 大部分费用由政府承担 建务局也同承包商共同承担 因为疫情而导致工程拖延的相关费用 由于上财年交付的新组屋数量超过一万三千个 比前个财年多 当局所蒙受的净亏损也更多 达到6亿5900万元 比前个财政年高出85% 当局也为符合条件的转售组屋 以及执行共管公寓购物者 发放8亿4900万元的公积金购物津贴 这比前个财年的7亿9千多万元高 受访学者预计下来的亏损数额 还将持续增加或保持在高水平 翻新项目也导致建屋局出现3亿9千2百万元的赤字 这比前一年高出超过六成 主要原因是家居改进计划的支出更高 在关闭疫情下 建屋局为有需要的屋主提供1500万元的经济援助 另外8500个符合资格的电屋租户 租金则获得建屋局豁免 金额达1亿1500万元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